吉安郡主,银广心里一惊,吉安郡主已经离京了,就是今天早上走的,还是被他们给逼走的,眼下自家出了这样的事,别说人家已经走了,就是还没走,也没脸上门去求啊。 而且就算是求,人家也不可能施以援手,把肚子剖开取出孩子,然后还能再缝合,让产妇复原,这是说起来骇人听闻,可他绝对相信那吉安郡主有这样的本事。 可惜,哎,他跺脚,冲着产房里头大叫一声,尼尔,尹广对不住你啊,这一句喊出,里头的人也用完了最后一丝力气,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差时间,屋子里哭声一片,又侍郎府上出了这样的事,很快就传遍了京城,也不知道这消息是被什么人泄露出去的。 次日头五,京城里大街小巷都在谈论着,人人都说尹大人是自作自受,要不是他们连起手来逼迫吉安郡主关了百草堂,又逼得吉安郡主不得不离开京城,会出这样的事,吉安郡主最是心善的人,但凡他在京都,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求到他,他是一定会出手相助的,这尹大人就是恶有恶报,这才几日功夫,就已经报到他自己头上了,这话传到荧光耳朵里,他却意外地并没有发火,反而点了点头自语道,的确,恶有恶报啊,我种下的鹰, 却是让孽承受了恶果,是我对不起孽,是我害了他和我们的孩子,银广咬咬牙,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他,归根结底都是八皇子的错,要不是八皇子事先早有预谋,要一步一步铲除吉安郡主在京都的势力,他们怎么可能说出让吉安郡主关了百草堂的话,如果府上人才两空,这笔账要找谁去算,这银广也是个有脾气的,他眼珠一转,一个心思也转了出来,当即便召集府上心腹,如此这般一交代,心腹们四下散去,却是把银府的悲痛, 夸张无数倍的传递给了其他八皇子党的官员们,尹家七哀,但吉安郡主能救,可是人被八皇子给赶走了,这样的是,今日他银府摊上,明日指不定又是哪门,哪户也摊上,众官员这么一想,很快的就也跟着七哀起来,官员们的情绪,圣王府不可能一点也感染不到,但对于现在的玄天墨来说,这些人都已经不重要了,他要重新部署,重新规划自己的势力,特别是京都这一带,他得趁着凤雨恒离开, 玄天明也即将离开这个大好的时机,将自己的势力大肆换血,更进一步,此时,凤府,凤粉带带着丫鬟东英在府上一圈一圈地逛着,已经连逛了两日,东英始终陪着,凤粉带虽然一句话也不说,但这聪明的丫头,也能把自家小姐的心思猜到几分,昨日早上吉安郡主离京,自家小姐已经偷偷地去送过了, 只不过是远远的,蹬在车队后头,没有公然露面,连一句话都没上前去说,一向嚣张跋扈的四小姐,一向与吉安郡主里外不合的四小姐,却在昨日看着吉安郡主离京时,眼里进入出了一点点的不舍,还有那难以掩饰的羡慕,他头一次看到自家小姐这样,当时的情景,此刻,还印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昨日送行回府之后,四小姐就一直在府里四处闲逛,甚至还在从前三小姐和安姨娘的院子门口,站了许久,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冬英默默地跟着粉黛在府里走,直到走得脚都疼了,终于,凤粉黛在凤从前凤警员的书房前站了下来,突然冷笑起来,然后自顾地呢喃道,凤家嫡女,这么些年,我心心念念想登上的凤家嫡女之位,如今想来,真真实的笑话,凤家都没了,是敌是树又如何,他气得魂气都颤抖,一拳打在院子外头的篱笆上,手指都刮出了血,冬英下得赶紧掏了帕子,去帮他包扎,一边包一边劝着,小姐您别这样,事情都过去了,咱们以后过咱 咱们自己的日子,这府里姓什么又能如何,您早晚是要嫁到黎王府去的,到时候人们只会记得您是黎王府的正妃,可不关凤家的事,小丫头跟着粉黛这么久,凤警员做死的这一出出她可都是看着的,凭心说,这府上就没有人不鄙视凤警员,只要一想到凤警员,甚至连同样做死的凤粉黛,人们都觉得应该同情了,粉黛没有拒绝东英的包扎,她只是站在那里,瞅着前方的屋子,忽然就问了句,东英,你说,如果当初我选择跟凤雨恒站到同一条街上,那是凤� 一条战线,那今日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东英一正,也不知道粉黛这话,问的,是他自己想开了还是赌气,一时间也不敢回答,粉黛便又补了句,我知道你是个有心的丫头,你就实话实说,说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东英沉了沉心思,在手帕上系了一个结,帮着粉黛把手放下来,这才垂头道,既然四小姐问了,那奴婢就斗胆说上几句,过去,咱们在老凤府的时候,奴婢年纪也小,分在杂院做活之,对府上主子的事,知道看到的也不多,可自打奴婢服上的事,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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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了四小姐,最初也是混沌的,只知道四小姐是奴婢的主子,一切都得为主子着想,可是慢慢的,时日久了,看得多了,又经了这几番变迁,奴婢就觉得,其实二小姐是对的,对的,粉黛苦笑,说说哪里对,二小姐对老爷不好,对从前的大夫人不好,对老太太也一般般,跟四小姐与韩姨娘更是不对付,这些咱们从自己的角度去想,她是坏人,可是若是站在二小姐的角度去看,她若不这样做,怕是早就已经死在府里了,奴婢虽说没事后多别的主子, 但这些年听也听说过很多高门大户里的事,一座宅院里,想要弄死一个人,实在是太容易了,四小姐,咱们平心说,如果您当初早知有朝一日,凤家老爷会变成如今这样,您还会像从前那般吗,还会去争那嫡女之位,还会与二小姐一直对立着吗? 面对这丫头的话语质问,粉黛破天荒的没有动气,反而是心平气和地点了点头,不会,可惜,从前的我,又怎知后日之事,可是二小姐却知道,东英又补了一句,奴婢的意思就是说, 二小姐看的就更加长远些,当然,她也比四小姐您大上几岁呢,又一直养在外面,还遇了其人师父,见得多了,实得也就广,她一早就看出,请小姐恕奴婢无状,二小姐一早就看出凤家老爷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早早的就为自己做了打算,您却是晚了一步啊,粉黛苦笑,是啊,我就没看出来,被权势蒙了心智,当初觉得凤家嫡女的位置是那么高大,那么遥不可及, 甚至想过,自己如果坐上了那个位置,那就是一步登天,可如今想想,狗屁不是,我就是没有凤,就是没有二姐姐那样的远见,所以落得如今下场,东英一听,他都肯跟凤与衡叫二姐姐了,心里一松,赶紧劝慰道,没有什么不好的下场,四小姐,您依然是未来离王府的正妃,五殿下对您的那份心思,谁人见了都要羡慕着呢,还有啊,如果您想要跟二小姐重新修好,现在也不晚,您看三小姐不就跟着一起离开京城了吗? 同样都是姐妹,他们可以亲近,您也可以的,我,粉黛耸耸肩二笑,怎么可能,不过想容倒是个有主意的,从前总觉得,他是个人人可泣的软弱包子,纵是比我大上几个月,让我叫他一声姐姐,我也觉得,他处处都不如我,你看我都当上五皇子未来的正妃了,他呢,什么都没给自己争取到,倒是罗天府送了不少嫁妆过来,可是空有嫁妆有什么用,他要嫁给谁呢?话是这么说,可粉黛眼里的那种羡慕之情,却还是表露了出来,终于绷不住, 他放下身段诱道,不管嫁给谁,都是好的,至少能够跟着二姐姐出去走走,有二姐姐护着他,早晚都能说上一门好亲事,不用我跟着操心,四小姐,东英再劝,要不咱们也去吧,他东英真的不是凤语恒的说客,他只是为自己着想,迫切地想要拉着粉黛走向正途,至少不会跟着他一起,把自己也给做死,照着凤粉黛这么做下去,他都不敢相信这四小姐,能平安地活到十五岁出嫁,他是死气奴才,卖身气在凤粉黛手里攥着呢,逃又逃不掉,想要活命, 就只能不停地规劝,可凤粉黛却摇了头,晚了,现在去投奔已经晚了,我与凤语恒之间已经累积了太多恩怨,只怕纵使我跪到他的脚下,也求不来一句原谅,他笑笑,面上又浮现出以往的那种神采来,罢了,既然晚了,那干脆就一条路跑到黑,绝不能回头,也没有回头的余地,我就不信这辈子,不能给自己争来一个富贵滔天的命来, 东英,这人地帖子,明日本小姐要去拜访六殿下,东英心中刚刚才升起的希望,又瞬间熄灭了下去,他绝望了,再也不认为自己能把四小姐给劝说回来,罢了罢了,开宫没有回头见,刚刚四小姐也说了,只能一条路跑到黑,绝不能回头,既然不能回头,他便只能跟着,那就好好跟着,帮着谋划,帮着他做一切事情,只求这四小姐真的命好,有一天能够如他所愿富贵滔天, 那样他东英也算是为自己争出一份前程来,京城之外,凤宇恒的车队已经从白水县出发继续赶路,因着玄天华提前有交代,白水县那家客栈招待的还真是不错,连床榻都是重新扑过,还加厚了的,屋子里很暖和,没有意味,睡着也舒服,早上结账时,掌柜的拒不收钱,再多问几句便说,七殿下已经给了银子,不能再收他们的了,凤宇恒便也没坚持,直到了县,带着车队继续上路,想容坐在车里愈发的感慨,现在离京城是 就越来越远了,他开始想念安氏,开始担心安氏会过的不好,会被人欺负,凤宇恒看出他的忧心,无奈的说,你就放心吧,安姨娘那里,我相信四殿下定会着人多加照顾的,他,想容摇摇头,我走的时候没跟他说,怕是这几天都会在府里骂我,哪里还会愿意管娘亲那边,凤宇恒苦笑,就算他不管,不是还有七殿下吗,九殿下肯定是要回大营的,不久之后还会带兵前往南界,所以我早就跟七哥说过,让他多帮着照顾经理,安姨娘那头也打好招呼了,你就放心吧, 不会有事,真的,想容眼睛一亮,随即松了口气,那我就放心了,走得急,娘亲本是不同意的,后来是看我实在坚持他才点了头,二姐姐,其实别人也欺负不到娘亲头上,我担心的就是粉黛,提到凤粉黛,凤宇恒也是无可奈何,凤家最小的一个女儿,却是针针的秉承了庶女的性子,其实京城里的人对于小妾的容忍度并不是很高,虽然高门大户家家都有小妾,但小妾这种存在却是尚不得台面,一提起来,正是夫人都要骂上几句,连带着小妾肚子, 在这里爬出来的孩子也不受待见,都说随了娘亲,整天就惦记着争宠爬床,学的都是些爬床的本事,粉黛就是这么个人,典型的小妾培养出来的女儿,所有一切该有的坏毛病她都有,可是心却是比嫡女还高,凤宇恒至今都不知道,她当初那骨子一定能当上嫡女的自信,到底是从哪来的,二姐姐,想容扯了扯凤宇恒的袖子,小声问了句,如果粉黛能学些好的,不像从前那样,二姐姐你愿意原谅她吗?凤宇恒一愣,她还没想过这个问题,是因为打从骨子里, 她就不相信粉黛能改,所以,想容的这个问题倒是让她思考了许久,最终给出的答案是,谈不上原不原谅的,只不过当成一场小孩子的胡闹而已,的确,凤粉黛对于凤宇恒来说,实在是太小了,当年的十岁,现在的十三岁,放到她所熟悉的那个世界里,不过五六年级的小学生而已,她前是二十六岁的年纪,今生又多活了这么些年,还跟歇个小孩子一味计较,也是太没水准,不过也不是没有担心,就怕小孩子太过早熟, 带着十岁出头养成的性子,过完她的一生,那不是我的悲哀,而是她的,凤宇恒握了想容的手,也不知道哪来的感慨,就想起她刚刚从西北回到京城的时候,出入凤府,想容和粉黛二人到柳园那间小院落去,一个是善意的看望,一个是恶意的找茬,她那时十分讨厌凤粉黛那个孩子,也十分讨厌那座凤府,心里装着自己的厌烦和原主的仇恨,待人也是刻薄的, 如今想想,跟个当年将将十岁的小粉代致气,她也算是欺负小孩,你们都太早熟,她跟想容说,其实在我看来,女子十六岁以后开情志,十八九岁在考虑嫁人,二十岁出头生育,这才是最好的,想容不太明白,二姐姐自己不也早早就订了婚,而且与九殿下情投意合吗? 难道,二姐姐,你不会是想再拖几年才嫁给九殿下吧?可是之前不是说急急就出嫁吗?凤与恒苦笑,之前说的不过我心中所认为的理想而已,实际上,又有谁做得到呢?即便是我,也是做不到的,罢了,不与想容说这些,这孩子不会懂,凤与恒将她的手放开,自顾地靠在车厢后头的软垫上,闭目养神,她其实本意上,是不希望看到凤家走到如今这般田地,也曾想过大家一派祥和,父相个父,母相个母,除去沈氏和凤陈鱼之外, 她对凤家其他人也没有都赶尽杀绝的心思,只不过事情一步一步做下来,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今天,她至今都不知道,当初刚刚穿越过来时,对原主所说的报仇一事,报到如今地步,原主是会开心,还是会怪她,这个仇报到现在连姚氏都一并报了进去,怕是这一点上,原主是不会乐意的吧?毕竟她心里清楚,原主对于这个母亲,是十分敬爱的,而姚氏,也不过是太爱自己的女儿,所以才对她的所作所为敏感致辞,她已经跟玄天明说过,有朝一日针锋下来, 相对时不需要留情,但愿原主在天之灵,不要心生怨恨,她能做的,真的已经都做了,凤与恒的离京,不止京中百姓不舍,其实天武帝也因为这事儿暗里,伤神了好几日,连张远变招法的哄着她,都不见开心,整天不是在昭和殿,就是在乾坤殿,从来都不去别的地方,今日总算是想在宫里随意走走,却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月寒宫门口,张远府,这是出来散心吗?这不是出来天堵的吗?不过天武这回没想法的折腾云飞出来见她,而是让张远找了个石墩 放在月寒宫门口,然后自己老老实实的往那一座,开始对着宫门聊天,阿恒那孩子走了,说是去封地 临走之前,让明儿给咱们带了不少不扣补药进来,还有很多好吃的,全部都是些灵嘴儿,以前朕都没吃过,很是不错,天武掰着手指头半低着头,像是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是朕不对,没护好她,朕知道你喜欢这个儿媳妇,朕也喜欢,可是没办法,谁让咱们的孩儿是皇子,谁让阿恒那孩子定给了皇家,一脚踏入皇家,从此以后,就是摆脱不掉的烦忧,虽说朕一直相信,她早晚还会回来,可这心里也是不好受的,天武就在那里旁若无人的说着, 张远把一路跟随过来的工人都赶得老远,一个人在边上陪,时不时的也抹一把眼泪,她听说京中百姓在凤雨恒离京那日都去相送,场面一定十分壮观,可惜她去不成,心里却是跟天武帝一样,在祝福着她能够一路平顺,天武话音再度传来,偏偏,你别生气,其实朕的心里啊,不只有江山,一大半都装着你呢,朕有的时候就在想,其实干脆把这皇位交给老八算了,早点传位,也不稀罕当什么太上皇,朕就想带着你,带着咱们的明儿和阿恒,一起出� 你喜欢山明水秀的地方,那咱们就寻这么一处,安个家,自己盖房子,你若是高兴,咱们就慢慢的把那处也建成个小寨子,正来当寨主,你就是寨主夫人,多好,她说的情真意切,张远听的却是暗里心惊,一双眼睛不闲着,四处的转着瞅啊,生怕天武帝这番话被有心之人听了去,这虽是皇宫,但隔墙有耳,指不定什么人就是谁安插的探子,这话要是传出去,那还得了啦,张远这边心里着急,就想劝劝天武别再说了, 要不换个话题,说点别的,老扯朝政干啥啊,可是天武都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一开口又继续道,其实老九以前也跟朕提起过,他对这皇位一点兴趣都没有,不只是他,阿恒那孩子也不怎么待见,他俩都想轻松自在,都想以后天下大定能到外头去走一走,找出心仪的地方安家,离这皇宫远远的,你看,这俩孩子是不是跟你挺像的,也是,当皇帝有什么好啊,看似坐拥天下,可实际上什么事自己都说了不算, 还不如一介平民,最起码能做得了自己的主,他一句一句在这说着,其实也就是说说自己的心,没指望里头能有什么回应,可是没想到,今日里头的,正主也不怎么的,心情不错,竟也出来溜达,这一溜达,就听到了天武的话,隔着门随口就回了一句,那你赶紧让位,这破皇宫我早就待不下去了,不过,也为天下苍生多想想,要选纪委人,也得选个靠谱的,别整些暴政上台, 到时候再派人在后头,没事就搞个暗杀,我到哪儿,都不得安生,天武一下就激动了,偏偏,偏偏你在哪,偏偏你把门开开,让朕进去跟你说说话好不,如此这般求了,足有半个时辰,可惜,里头的人却再没回应半句,张远见天武拍门拍得手掌心都通红一片,指得上前强行把人给拉开,在这暗位,把人强行带回昭和殿去, 然后回头看了看月寒公,指到真是一对冤家,心里却还是想着云飞最后所说的话,如果真是让位给八皇子,怕是今后他们的日子,也不得安生吧,天武帝上次下令重出科考试题,甚至从最打脸的同声室开始,让那些八皇子党的官员们再考一遍,这决定一下,左右二项可是紧张的忙活了起来,从来都没有什么,焦急的二人,头一次展开了合作,每日散了早朝,都要聚在一起,琢磨着每一道试题,同时还要兼顾好保密工作,以免出了差子,为了怕人多口, 够杂,也是怕混有眼线进来,二人决定从头到尾都不假以人手,全部都由他们亲自完成,两个人商量出一道试题,就由左向吕松写在空白的纸上,每天散了会,都要把那张纸,小心的锁在一只小盒子里,然后放到供提阁,任何人不允许进入,今日散会已是傍晚时分,吕松回府之后,先去看了吕燕,正好夫人葛氏也在,二人遣散了下人,亲自照料已经时日无多的吕燕,吕松这人要搁在从前,对于家里一个女儿,是不怎么在乎的,对于她来说, 女儿这种存在,就是为了家族而用,嫁到有利于自家的府上,从而为母族争取到更大的利益,可那是从前,从前吕府上人丁也算兴旺,虽说儿子只有一个,但女儿至少有三个,嫡女名分的就有两位,还有个吕萍,虽说是庶女还深有影集,但那相貌,却是放眼整个天下都出挑的,很是让她有几分自信,但眼下不同,吕瑶死了,吕错死了,吕燕也命不久矣,眼瞅着一大家子,就要只剩下吕萍一只独秀,怎地吕家过着过着,就过成了这样,难不成, 是他们家注定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官运,要靠子女的性命去换取,吕松心事悠悠,想着近日与幼香一起研究试题,再联想到,自从那日在朝堂之上,他向着九皇子这边说了话之后,天武帝对他的态度,明显的就有所好转,这其实跟吕家最初的意愿是相通的,他把吕瑶嫁进姚府去,图的就是九皇子日后飞黄腾达,然后姚家水涨船高,他吕家就也能保两世太平,后来转头八皇子,却是一点好处也没得到,还让吕燕搭上了一条命,这可真是人 天算不如天算,失策,失策,老爷近日试题出来可还顺利,可是,为着吕燕的凤语恒留下的药,吕燕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他心里总巴望着女儿能好起来,而不是半个月之后,就要如凤语恒所说的故去,吕松点点头,顺利,我与幼香风大人对试题的分析十分一致,目前为止,还没有不愉快发生,倒是一二,他看了吕燕一眼,今日面色也好多了,没等葛事说话,吕燕主动开了口,毫无生气地道,表面现象而已,实则那里早已经游进灯, 吕燕早已不是当初的吕燕,生命的流逝让他一天比一天更加清醒,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强,如今,死亡对于他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早已不如当初那般恐惧,甚至已经习惯了,还跟前来给他输液打针的女医说着玩笑,数着自己还剩下几天光景,可是他接受了,他的亲娘可是接受不了,每次吕燕一这样说话他就抹眼泪,一双眼睛哭得看东西都快看不清了,最开始的时候也会劝,可是劝到后来就麻木了,虽然瞅着女儿日见红润的面色也会有期待, 但吕燕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就把她的这种期待给彻底打压回去,吕松也看出吕燕的这种改变,却是叹了口气说,你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咱们看的也不过是表面,这样说,也是想让你有些希望,而不是早早的就为死后打算,吕燕苦笑,倒是劝起她的父亲来,不早了,父亲,再有不到半个月的光景,女儿就要死去了,数数不过十余天的功夫,哪里还算是早,父亲说的对,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原本大年时就已经要去见阎王,一只脚都踏进鬼门关了, 又被姬安郡主生生的给拽了回来,到底是姬安郡主医术高明,他看向吕松,忽然问了句,父亲那日在朝堂之上,帮着九皇子这边说了话,吕松点头,却有此事,如今魏夫正在跟右相风大人一同出拟尸体,针对的就是八皇子那一派的官员们,吕松身为左相,以往朝中之事跟葛世事会有些交流,但跟儿女们却是从来不谈,他也不认为小丫头骗子能懂多少朝堂之事,他们所上心的 无非也就是胭脂水粉手势紧断,可自从吕燕生了病,又经了凤宇恒诊治,多争取了一些十日之后,好像整个人都变了,也更加精明了,不似从前那般任性,他也习惯了,每日散朝就过来跟女儿多说说话,就连朝中之事也没有在家隐瞒,可葛世却还是有些犹豫,他问吕松,老爷这就算是公开着投靠了九殿下,我总还是有点不甘心,吕松摇摇头,对葛世说,这不是甘不甘心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得选择,如今朝中无外乎就是八殿下和九� 八殿下两相争斗,且不说谁胜谁负,就是八殿下对咱们叶儿的态度,就注定了我们吕家走不了他那条路,想到玄天胜对吕燕的态度,葛世也是振振心寒,恨得咬牙切齿,当初还托九殿下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给叶儿备了那么多首饰衣料,都是顶好的,我还以为他对叶儿也是上心,却没想到一听说叶儿病了,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一听这话,吕燕突然就笑了起来,他对葛世说,娘亲还真以为,是女儿病了他才不想认下这门轻事, 哪有那么单纯,这门轻事之所以不成,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殿下心中所想的,而之所以还能先送东西回来,是他误以为是原贵人的安排,却没想到原贵人传到南界的话,已经被人调换过,附近投靠了九殿下,投得对,因为八殿下和原贵人母子两个,都是吃人不咬骨头的主,九殿下举边抽人都在名面上,八殿下为人阴损,却是害咱们在背地里,可是听了之后一哆嗦,下意识地就到,叶儿的意思是,你中的这毒跟八殿下有关,哼,吕燕冷喝, 就算跟他没关系,跟原贵人却肯定是有的,他卧床半个多月,可是把这里头的弯弯绕绕想了得清楚,他得吕松夫妇二人分析,原贵人本就不想这轻事成真,所以他定会在背地里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可皇上皇后发了话在前,他又如何阻止得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那两个发话之人去替他想办法,当然,皇上是不可能管他这档子似的,原贵人唯一的指望,就是皇后,皇后,可是一惊,你的意思是说,原贵人说动了皇后,让皇后反了悔, 来帮着他把你们这门轻事给搅散,他突然想到了些什么,冲口就到,是那血焰,葛氏震惊,吕松和吕燕却是早在意料之中,没有多少意外,其实对于葛氏来说也是不意外的,毕竟那血焰胎也曾怀疑过,虽说后来找人来查看,所有大夫都说血焰没有问题,他心里却还是没有放下,后来也没让吕燕再继续吃,就一直放着,母亲该不会是一点也没有怀疑吧,吕燕苦笑,我平白无辜的中毒,府里上上下下都查了个遍,哪里也没出错,而我入口的东西, 除了那血焰之外,就再也没有比平常特殊之物如此明显,母亲还怀疑什么,吕松也接了话道,没错,虽说是找了人来查看,可事后我也想过,血焰那种东西摆明了,就是出自宫里,那些大夫也不是傻子,得知是宫中之物后,谁还敢说他有问题,就是看出来了也会摇头,因为他们不想得罪皇宫里的人,可是思索了一会儿,也又开了口,我知道,问题出在血焰上并不意外,我只是意外,一二说的,是原贵人找到了皇后,皇后这才赐下血焰来, 可皇后为什么帮他,又或者是皇后没想着帮,是他自己在血焰上动了手脚,对于此,吕燕却是分析不出了,只是说,两者都有可能,但事情的真相究竟是如何,女儿已经等不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了,不过这事早晚都会有人查,这婚事是吉安郡主一手促成的,现在被人搅和了,他就算眼下没有发难,早晚有一天,也会把这笔账给清算回来, 所以我不遗憾,也劝着父亲,亲近九殿下,和吉安郡主,不能再跟八殿下有任何瓜葛,咱们家如今这个样子,是再也输不起了,他经验说的话多了些,有点累,说完最后一句,就再也不吱声,闭了幕,渐渐地睡了过去,可是帮他把被子带好,跟吕松二人一千一厚地也离开屋,二人对视一眼,在对方的眼中都看到了疲惫与苍老, 京城这边一连串的事情发生,而与此同时,南界兰州境内,一座三境的院中,凤锦园姚氏,以及傅雅三人,已然过起了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这日傅雅不在,只得凤锦园与姚氏二人在家,兰州之州纪灵天纪大人,带着夫人蒋世过府来拜访,纪灵天提着两罐子茶叶,才进院子,还离着老远就十分热络地道,这刚过完年,想来府上也是什么都不缺,本官到访,也不知该送些什么,想来想去,提上两罐茶叶吧, 这还是大年时南界小国送来的年礼,跟咱们大顺茶叶的味道不一样,很是醇香,蒋世也是迎着姚氏而去,两人拉着手,很是热络地说起话来,凤锦园将人让到堂厅里坐下,家中下人备了茶,还在蒋世这头摆了小点心,南边面点厨子做的点心,比京都那头的要精细许多,每个都小巧玲珑,颜色也鲜艳,看起来就很好吃,蒋世指着这些点心跟姚氏说,不知道夫人吃不吃的习惯,咱们南边的厨子喜欢把鲜花揉进面里, 做出来的点心都带着鲜花的花香和颜色,又精巧又好吃,姚氏赶紧笑答,可不是吗,吃起来比京城最好的点心铺做出来的口感都要好上许多,对对对,蒋世笑得眯起眼,上次我去京都可是吃不惯京都那些个玩意,咬上一口就粗得很,像是粗面啵啵,姚氏点头硬着,可心里却是在想,京城的糕点是不如南边的精细,但有的时候凤雨恒给他端过去的,那个味道和口感却是要好上许多,连南边最好厨子做的也急不上, 他也不知道凤雨恒那些点心是哪来的,当初就着人打听过,听说是那丫头自己做的,他却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凤雨恒什么时候会做的点心了,如今想想,可不是吗,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女儿,人家会些什么,她哪里会知道,女人这头研究着点心,男人那边却说起潮事,既临天也不见外,对着凤锦元抱拳说,以往就十分敬仰凤相大人的才学,可惜后来被奸人所害,大人丢官丢凤,在下听了也着实唏嘘了好一阵子,不过凤相如今可谓是苦尽甘来,你们到了, 南界就安心住下,八殿下早有飞鹰传输过来,让本官这头好好的照应,将来殿下成了大统,左相之位必当为凤相所留,一穴前耻,一番话,说的凤锦元是热血沸腾,当初他之所以那么痛快的就答应来了南界,多半也是这个原因,他曾经是一招左相,多么风光,后来官位没了,凤府也没了,一招之间落得那般下场,每当他想起自己的风光岁月,就有一种活不下去的感觉,如果他还是当初的左相,又怎么可能在京中落得那般下场? 他对着纪灵天点点头道,纪大人说的没错,本相心中志向,全部都是家国天下,如今承蒙八殿下不弃,必将好生相助,将来也要为八殿下守好这一片江山,万万不会再被奸人所图,他自从来了南界,就已经被这纪灵天给捧得飘飘然,连说话都自称其本相,就好像还是当初的左丞相一般,纪灵天听了,与夫人讲事,迅速对视了一番, 二人皆是微微欠起了唇角,大鱼,上钩了,凤锦元做成像十余年,那种优越感与自豪感,已经在他心中根深蒂固,没有那么容易就被摒弃掉,之所以在京城的时候,过得那般浑浑噩噩,是因为突然一下子,被摘去所有光环,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再加上被姚氏砍断了命根子,整个人就带了自暴自弃的想法,再没了从前的自信,本以为这一生也就这样了。 再无出头之日,也不是没想过翻盘,他甚至想过去扶植五皇子,利用凤粉带这层关系,为凤家日后再打算一番,可当时的他,一没钱二没钱,就算有心扶植,人家也看不上,渐渐地便收了这番心思,但他心里一直是不甘的,所以当袁贵人那边的人找到他,提出让他带姚氏一起前往南界,协助傅雅扮演个假的寄安郡主,为八皇子造一番声势,并答应他在士城之后,在八皇子登基之时,赴了他左丞相的官位,官赴原职,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凤家 凤警员立即就同意了,自从来了南界,一切都如原贵人当初许诺,这头有人帮他安排好了院子,虽不及京都的老凤府那样气派,可在兰州这样的地界,也算是富贵有余,府上有下人,虽没有老凤府那么多,可足够用,还有人已经在库房里放足了银钱,还给姚氏和傅雅背足了首饰,就连他的衣衫鞋袜袜都背得充足,甚至他书房里放着的茶,都是当初在老凤府时喝惯了的白茶,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打听到的他的喜好,有那么一瞬间,凤警员产生了错觉 以为一切又重新开始了,以为他又回到了多年以前,那种已经遗失许久的自信被匆匆找回,他左向的架子就又端了起来,纪灵天这人很是圆滑,特别懂得投机所好,凤警员爱听什么他说什么,爱吃什么他就送什么,最近甚至琢磨着从南边小国挑几个妾室送进府来,让这座幕前显得有些冷清的府邸,迅速地热闹起来,只不过夫人讲师提醒他怕摇视不喜,这件事情便暂时搁浅了去,只是凤警员听说之后却一直惦记着, 偶尔会跟纪灵天偷偷问起,对于傅雅的身份,外人不知,但作为八皇子的心腹,纪灵天和夫人讲师却是心知肚明的,特别是讲师,他跟凤雨恒有过接触,多少也了解了些凤雨恒的性子,这会儿正跟姚氏小声嘀咕着,大体的意思就是说,傅雅目前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像,应该再改进改进,姚氏的精神状态其实是有些混沌的,虽然在别的地方看不出来,但在女儿这件事情上,他始终坚信傅雅就是他的女儿,所以听了讲师的话后,还立即纠正对方, 这才是我们阿恒原本的样子,京城里那个才是假的,女儿是我生的,我心里有数,我们阿恒不用改,他就是现在这样的,讲师也没了办法,只得性性的笑笑,也不再提这个话茬,不过他在心里却是思量开来,姚氏精神不好,那位贾郡主可是精明着呢,这件事情跟姚氏说不通,他得空得去跟那贾郡主提提,既然八皇子把这个差事交给了他夫妻二人,他跟夫君就得帮着凤锦人这一家三口,尽最大的可能把戏演足,既临天邪夫人从凤府出来时, 凤锦人亲自送到了门口,直到听了既临天大声的说,凤相请留步,下官担当不起,这才心满意足的回了府去,带府门关起,既家两口子上了马车,蒋师用帕子捂着嘴,哥哥的笑出了声,既临天瞅了他一眼,有那么好笑,蒋师点头,可不是好笑吗?老爷您这戏唱的可真是高啊,最后那一句凤相请留步,切身差点就绷不住笑了,亏了老爷还说得出口,既临天坍坍手,说不出口,也得强迫着自己说出口, 这是八殿下和原贵人交代下来的任务,凤锦元毕竟不是真正的丞相,就算把这一家三口给弄了过来,要是没有人配合着做这场戏,搞不好他们三个自己就得漏了线,八殿下送来的信上不是说了,让咱们尽一切可能的帮着凤锦元,把当初当左相的感觉再给找回来,得让他再次习惯于这个身份,只有他自己相信了,自己还是左相,外人才能更信,他们三个过来,还不就是为了迷惑人心的吗? 要想迷惑住别人,就先迷惑住自己,这是八殿下说的原话,可是将来八殿下继承大统之后,真的能让凤锦元再当左相,不太可能,吉林天说,凤锦元哪有在当左相的本事,他当初起了事不也是,靠着姚家,如今的姚家不可能再帮着他,八殿下这么说,不过是稳住人心罢了,当不得真,那你还巴巴的到大漠小国里去给他找妾室,讲是白了吉林天一眼,那凤锦元,我可是听说了,就是个太监,哪有本事那妾,有没有本事,那是他的事, 我们现在就是配合,夫人啊,这个配合的学问可是大着,你还是得跟本官好好学学,吉林天摸摸下巴上,也没有多少的胡子,一脸的得意,他觉得这份差事,自己办得很是不错,接下来就是全力配合奉锦元,以及那个贾郡主,把声势在兰州一带先造起来,然后再慢慢的扩散到罗天府去,让人们都相信,为大顺利下赫赫战功的基安郡主凤语恒,来了南界,是为了支持八殿下的,等他将来再见到八殿下,那也算是大功一见,彼时, 富亚正带着丫鬟在兰州城的西街闲逛,丫鬟名叫小桃,是到了兰州之后新买来的,是个死气奴才,卖身器握在了富亚的手里,能够拥有一个死气奴才,对于富亚来说也是十分难得,从前他生活在北界,家中虽说也富裕过,可却仍然用的都是帮工,买不起死气的下人,后来到了京都,姚氏虽说疼他,把他当亲生的女儿,可他们住在别院,别院里所有的下人都是姚家送过去的,死气是死气,卖身器却握在姚家人手里, 到不了他们这儿,现在,他终于拥有自己的死气奴才了,他终于明白,为何那些有钱有权的人家,都愿意用这种下人,因为那种感觉很好,不用担心下人与主子离心,也不用担心哪一天,人家不想事后了,拍拍屁股走人,帮工打不得骂不得,最多就是罚些工钱,可死气奴才不同,他但凡有一丁点心情不好,是打是骂都由着他,就算是一不高兴给杀了,那也是他自己的事,官府都管不着,眼下,富亚就带着这小头逛起衔街, 只觉心情畅快,就连腰板都挺得比一碗更直,当然,打从来了难见,他也的确是扬了眉吐了气,在这头,他的身份就是继安郡主,他跟凤锦元叫爹,跟姚氏叫娘,就连兰州的知州大人都经常上门说好话,见了他还一本正经的行大理,有一回在街上遇见知州夫人,那夫人还带着下人给他下跪,那种感觉可真是生平未有,让人爽到了骨子里,富亚十分享受现在的身份,出门时特地嘱咐小桃,不许叫小姐,只能跟他叫郡主, 这小桃也是个聪明的,二人此时正走到一家首饰店门口,富亚多看了两眼,他立即就开口道,这家首饰铺在兰州地界,是很有名的,郡主,要不奴婢陪着您进去看看,一声郡主,叫得富亚神清气爽,强忍着笑意点了点头,带着丫鬟进到了铺子里,这铺子总共两层,第一层是供普通人家的夫人小姐选购的,当然这个普通也绝不是说一般百姓就买得起,那至少也得是家境殷实的人才敢入内,而二层呢,自然就是给那些更能出的起银子, 且有一定身份的贵客准备的,有伙计在门口出做引领,一见到真正的贵人,立即就往二楼引,富亚来南街的时日,还短,冷不滴一进来,首饰铺的伙计还真不知道他是谁,只当是个平常人家的小姐,也没过多注意,想着游着他在一楼看看便好,可那小桃却十分有眼力见,立即就扬着,翠声高喊了句,你这伙计怎的这声不知好歹,我们家郡主上门,难不成还要让我们再一层选择,说吧还跟富亚解释了一番,郡主,您才来南地不久, 还不了解这铺子的规矩,一层都是些普通玩意,要想买精品都在二楼呢,当然,一般人也是上不去二楼的,能上得了二楼的,都是身份贵重之人,不过要说起贵重,放眼整个南界省府,哪一个人还能有您更加尊贵,您可是咱们大顺皇上清风的激安郡主,他特地强调了激安郡主四个字,可是把这店门口伙计唬了一跳,就连在一层正在挑选首饰的诸位夫人小姐,也都愣在了当场,激安郡主啊,那可是在京都赫赫有名的人物,更是对大顺做出了 重大贡献的人物,人人都知激安郡主是当今圣上的新头宝,也是整个大顺的新头宝,人家不但医术高明,还会炼钢,就是凭着激安郡主所炼的新钢,大顺轻轻松就把个千州国给打了下来,早有听闻激安郡主到了南界,可人们还没有见到过,今日突然就出现在眼前,这些夫人小姐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甚至有胆子大的,已经悄悄向前一步,就想离郡主能更近一些,生怕错过了这个与激安郡主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这一切都看在傅雅的眼里,让他的 那颗虚荣心在这一瞬间又再度膨胀起来,当然,人们也都不是傻子,虽然听说了激安郡主,以及凤锦元姚氏一家三口来了兰州,可对于外界盛传的激安郡主,与九殿下恩断一绝,转而又投靠八殿下一世,也是持了保留意见,人们都觉得这不太可能,激安郡主与九殿下惊风雨,共欢难,更是联手拿下千州,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突然就分手了,这个郡主不会是假的吧,这样的思雨声渐渐传开,一个传着一个,原本因富雅的到来,而突然变得肃穆 在中国的首饰铺,转眼间议论纷纷,人们对于富雅这身份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富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他又没有办法,想开口争辩,又觉得也不是那么回事,比较跌身份,倒是身边的丫鬟小桃,巧声在他身边说了句,郡主,稍安勿躁,富雅沉了沉心静,这种时候不稍安勿躁,也是没有办法,他出门之前,凤锦元就告诉过他,千万不能录了窃,在这兰州,他就是凤雨恒,不管谁出来指认,这个身份也是不可更改的,人们又议论了一会儿, 终于有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们说稷安郡主跟九殿下恩断义绝,这个事的确是匪夷所思,但在如何匪夷所思,那也是他们二人之间的事,如今稷安郡主来到咱们兰州,也不是一个人来的,从前的左相还有他的母亲姚氏,也都跟着一起来了,而且,咱们的知州大人,还经常带着夫人亲自上门,我可是亲眼看到过,知州大人在街上遇到稷安郡主时下跪行礼的,对,有人附和道,的确是这样,那天我也看到了,知州大人是咱们兰州的父母官,从前除了见到八殿下, 他何曾给人跪过,如果姬安郡主是假的,知州大人不会分辨不出,要我说,不可能是假的,知州大人和夫人去年还去了京城,跟姬安郡主那是见过面,而且,我还听说他们是打过交道的,很是熟弱,都是熟人,怎么可能认错,对对对,知州大人不可能认错,眼前这位真的就是姬安郡主啊,有人带头这么一喊,人们立即反应过来,纷纷下跪其声高呼,扣见姬安郡主,扣见姬安郡主,郡主千岁,傅雅那颗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是弱了, 心里想着,从前跟凤与恒接触时,凤与恒习惯的神态动作,以及说话方式,然后尽可能的让自己向他靠拢,轻轻抬起双手,对人们说,都起来吧,这里不是宫中,亦不是京城,没有那么大的规矩,咱们都是来看首饰的,不必如此多礼,说话时,还带着淡淡的笑,那张脸,真的是跟凤与恒极像,确定了他的身份,人们便放松了心理防线,同时也对姬安郡主来了难解一事,更加深信不疑, 有人凑上前来试探着说话,傅雅也是微笑应对,不亲热,可也绝对称不上疏远,还有的小姐自来熟,带了挑选不定的两样首饰,请她帮着定夺,傅雅看了一会儿,却是苦笑摇头,若是让我分辨一种兵器的好坏,还成,但对首饰,来说我一向都是外行,就是在京中自家开了首饰铺子,那也都是交给下人打理的,所以实在抱歉,我也分辨不出,这是她自己对凤与恒的分析,打从北界,认识那日起,凤与恒在首饰这方面的表现,就十分朴 所以说衣着而料亭讲究的,首饰之物却极少带,偶尔一根簪子,倒是极贵之物,可也就那一个而已,后来回到京城,脱下战装,也未见其有多少改变,所以她分析着凤与恒好战,对女子钟情的小气之物,怕是不喜 所以,她来了南界这头,虽说兰州之州给送了不少好东西,可她还是尽量的,让自己更加贴近凤与恒的风格,轻易的不带出来,富雅的这一番话,让那些夫人小姐们更加认同 既然郡主武功高强的传闻,早就传到南界,虽说这边是八皇子的天下,可却并不影响一些夫人小姐们暗中崇拜 如今听到郡主亲口说,自己不擅长分辨首饰,心里更是高兴,觉得从前没有崇拜错了人,富雅看着众人满意的神色,心里更加高兴,可性子还是能稳住的 她对众人说,虽然我对首饰之物不算欢喜,可我跟父亲母亲出来南界,总还是想买些这边特色的首饰送给母亲,正好今日大家都在,不妨帮我推荐一下吧 她还是很会做人的,也不独自去二层,就在一层跟这些夫人小姐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十分平和,十分接地气 买的东西不过寻常,但却很有南界的特色,一时间让这些夫人小姐以及这首饰铺的店家都对她赞扬有加 直到富雅走时,人们还跪在地上相送,让富雅的心情很是愉悦,谁知刚出这首饰铺的门,一眼就瞧见一个满身是血的伤者,倒在了铺子门口,扑通一声,惊了这附近的所有人,那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不过二十来岁,双手捂着胸口,明显那胸口处有重伤 口中不时地吐着鲜血,正是嘴里吐出来的血染了衣衫,让她看起来十分恐怖 那人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往她来时的方向看去,一路的血滴,行人们都在指指点点,有人把伤者认出,这不是城北帮人写书信的那位小哥吗 对对对,就是他,有目击者看到了他受伤的过程,还在跟人们解释说 是被马踩的,我亲眼看见,骑马的人是边南大军里的将士,长得黑乎乎的壮得很,那马骑得飞快 这小哥刚给人写了书信,还跟人说,今日早些收摊子 西街这头有家酒楼,要请他帮着写信菜谱,谁知道才走到街口,就被那马给踩成了重伤 骑马的人,却是连停下看一眼都没有,还会鞭子打了他,骂他挡了路 边南大军一向嚣张,是人命如草芥,真是天理难容啊 那人说的愤恨,语气里,竟是对边南大军的不满,连带着一众百姓也跟着附和道 在南界,边南大军就是天,就连芝州纪大人都得给他们几分颜面,何况是个小小的书生 哎,这小哥都伤成这样,还在往这边走,难不成还想到酒楼去写菜谱,赚那几百个铜板 说话间,倒在地上的小哥有了意识,呢喃的开口道,我必须得去,我娘还等着我拿铜板回去给他抓药 哎呦,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了,就算是赚了铜板,也是先给自己看伤啊 还能不能活,还想着赚什么铜板,人们感叹着 却见那小哥,还是一步一步的在地上爬行,不由的连声哀叹,对边南大军更是怨愤滔天 这时首饰铺里也有不少夫人小姐走了出来,有的小姐胆子小,用帕子捂住眼睛,不敢去看 可有的小姐也心肠好,可怜起那书生,他们跟凤语横求着 郡主,您艺术高明,快帮这小哥看看吧,他伤成这样,一定会死在街头的,更是有夫人好心提醒 听说郡主如今与八殿下走在一起,八殿下可是边南大军的统帅啊 发生这种事,对大军的名声一定是极坏的影响 郡主可不能见死不救,傅雅听得阵阵头大,他也不是不想救 可他怎么救呢,他毕竟不是真正的凤语横,他不会医术 甚至连如何诊脉都不知道,这可如何是好 倒是身边的小桃机灵,替他说了句 可是我们郡主出来,是想给夫人买首饰的,没带药箱,也没带药啊 莫要如何治伤,人们一听也对啊 巧妇还难为五米之吹呢 人家既然郡主两手空空,如何治病救人 傅雅的心思,倒也不是白给的 此时眼珠一转,倒是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赶紧对小桃说,不管怎样,救人要紧 我对这南界不熟悉 你可知,这附近哪里有一馆 没等小桃回答,百姓里就有人大声道 往前走不远,就有家一馆的 傅雅立即道 好,有一馆就不怕 本郡主今日在这里求两位好心人 帮忙把这位小哥抬到一馆去 不让你们白抬,每人五两银子 另外,他对小桃说,把咱们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小桃立即明白他的意思,也不含糊 迅速把袖带里的碎银子,还有银票都翻了出来 刚刚买首饰用掉一些 现在还剩下银票,整整一百两 外加十几两的散碎银子 他递给傅雅说,郡主,都在这里了 傅雅点点头再想想 转身跟首饰铺的伙计说 你跟着跑一趟,这些算是枕金,应该还不够 你先跟着把人送过去 让医馆的人一定要用好药,务必把人治好 银子不够,你再到我府上去取 放心,你的那份我不会落下的 小伙计一听,立即大声道 既然郡主真是活不萨 这小哥是积了什么得能遇上您这样的好心人 郡主放心,这事小的一定给您办好 说完,回一身跟掌柜的告了假 立即上前去张罗人帮着一起把伤者抬走 街头百姓见了这一幕,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这位好心的姑娘 就是传闻中已经来到兰州的积安郡主 立即有人就大声道 听说积安郡主是神医 在大顺好多地方都开了百草堂 就是为了造福百姓 如今郡主来了兰州,是咱们的福分呀 人们呼呼啦啦的又跪了下来 就像朝圣一样给富亚磕着头 有那么一瞬间,富亚自己都迷茫了 他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凤与衡 那神医之名就是他该当得的 同时也对自己当当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 想着回去之后跟凤锦元说说 定是会得到认同 小桃见富亚沉醉在当场 不由的按理抹了一把汗 悄悄地扯了扯富亚的袖子小声说 郡主,咱们回府吧 老爷和夫人还等着您呢 然后再压低声音道 快走,省得节外生枝 一旦医馆治不好人 万一回来请君准过去可怎么办 小桃是纪灵天安排过来的 可是机灵着 也知晓这个郡主有问题 纪灵天让他跟在富亚身边 多多替富亚周全着 富亚心里一惊 立即点头 带着小桃匆匆地回了府 二人才一进府门 小桃立即就跟府中下人吩咐道 小姐出来南界 有些不适应这边的气候 身子不太爽立 近几日不见客 见门房硬下 他们这才放心地去了 凤锦园与姚氏的二经院 家里下人做了凉面 才摆上桌 他回来正好一道用餐 姚氏对富亚很是心疼 在他心里 富亚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就是他的阿恒 看着女儿今日回来 面色不太好 不由得有些忧心 他问富亚 怎么了 是不是外头太热 咱们在京城住惯了 来的时候 京中还是腊月里呢 到了南边 突然就变成了夏季 不适应也是正常的 娘亲让下人熬了梅子汤 一会儿你用一些 这座府里有冰库 回头你让下人 多搬些冰盆到自己屋 千万可不能委屈了自己 富亚之姚氏疼他 也是十分窝心 他笑着对姚氏说 娘亲且安心 我没事 就是当当在街上 看到了一个 被马蹄踩成重伤的人 可能是受了些惊吓 被马蹄踩伤 那有什么好惊吓的 富亚摇头 没死 就是踩到了胸口 一直在吐血 满身都是血 就这样 把你吓着了 凤锦元放下筷子 一脸严肃的说 你要记得 你是基安郡主 文武双全 又是神医 别说只是踩伤 就是踩得血肉模糊 你也是应该眼都不眨一下的 你说什么胡话 姚氏一听凤锦元说这话 当场就翻了脸 筷子都甩了出去 他大声道 什么叫眼都不能眨一下 我女儿怎么就文武双全了 怎么就是神医了 她要真是文武双全 当年你还能轻易的 把我们娘仨都赶出府去 凤锦元我告诉你 我的女儿就是这个样子 看到受伤的人会害怕 性子柔弱 不会武功 最多跟着他外公 懂得些浅显的医术 这么多年 也忘得差不多了 你所说的那个文武双全的人 是京城里那个妖念 你要认你就认他去 别把我的女儿 再变成那般模样 富人之见 凤锦元也来了火气 你这样只会害了他 也会害了我们两个 原贵人为何送我们来兰州 知州纪大人 为何对我们李戴有加 你以为是凭我还是凭你 我告诉你 都不是 凭的是他这张脸 凤锦元指着姚氏大声道 拦截要的是基安郡主 不是你的女儿 你懂吗 懂吗 姚氏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 一时间正在那里 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碗凉面还没吃几口 就再吃不下 就只一声声的叹气 他握着富雅的手 眼里含着泪 不停的问着 你也要变成那样吗 为什么要变成那样 我的女儿不是那样的 富雅对姚氏 是有着几分心疼的 虽说这种勤奋里头 掺杂了太多的利用 可面对一个真心 疼着自己的姚氏 富雅也不愿他受到太多伤害 反握了姚氏的手 富雅站了起来 对姚氏身后 侍候着的婆子说 把面端到夫人屋里去 然后再扶着姚氏起身 柔声说 母亲放心 我始终都是 您心里头的那个阿恒 不会变 会一直是您的女儿 放心吧 阿恒扶您回屋去 姚氏被富雅哄着回了房间 富雅在出来时 却是已经收起之前 面对姚氏时 那种弱柔表象 一脸的坚决与狠力表现了出来 他坐回桌上 面对着凤锦元 却是教训了凤锦元一句 父亲不该 当着母亲说那样的话 您难道忘了 在京城时 他是如何对那个人的吗 就因为那个人的改变 他这个当母亲的 就翻脸不认 难不成父亲 还想让那样的事情重演 原贵人曾经说过 想要坐实了这个身份 首先姚氏那里 就必须得过关 只有一个母亲坚定不移的相信 我是他的女儿 咱们这出戏 他的话前功尽弃 凤锦元也觉得 刚刚的话有些重了 傅雅这么一提醒 他也是一机灵 是啊 太着急了 望了姚氏这边 还是需要稳着来 他真是从左向的位置上 推得太久了 这颗脑袋太久没有转弯 以至于有些事情 考虑的不够周全 幸好有傅雅从旁提醒着 两人的合作 也算是十分愉快 是为父心急了些 二人十分入戏 不管人前人后 傅雅都称凤锦元为父亲 凤锦元也是以为父自称 你今日出门 这门可不是真的为了闲逛的 他们的目的 是让傅雅一点一点的 在兰州这边立住脚 把吉安郡主来到南界这个消息 一点一点的让兰州的百姓所接受 所以凤锦元让傅雅每隔几日就出府巨传 上次在街上遇到兰州之州 并且对方磕了头的事 就是故意安排的一出戏而已 傅雅当然乐意配合 他将今日之事跟凤锦元讲了一遍 从进手室扑到给了银子 依着那个书生 前头凤锦元听得十分满意 连连点头 直到那书生出现 他皱起了眉 阴谋论又从心头窜起 该不会是有心人故意安排的吧 以此来揭示你的身份 傅雅也有这方面的顾虑 他问凤锦元 如果是那个人 遇到这是应该怎么做 凤锦元立即到 他会救 会上前诊治 而且 他不可能出门不带药 他的身上 哪怕是睡觉的时候 都会装着药的 傅雅一正 父亲的意思是 今日我的话里还是有漏洞 他搓搓手 心头焦急 若真是有心之人的试探 那这一下可不就是漏了线 别急 凤锦元一摆手 也不见得 这些不过是咱们的猜测而已 也有可能 那人真的就是被马蹄踏伤 一切都是巧合 即便真的是有心人 故意安排的一出戏 你的做法也是人之一尽 百姓挑不出错了 他们硬是鸡蛋里挑骨头 自己也得不着什么好处 可是怕就怕这样的事 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次数多了 自然会有人起疑 因为你毕竟不会医术 而吉安郡主 也不可能一次都不出手 如果为父料想不错 医馆的人应该很快就要找上门来了 正说着 外头有下人来报 有个人自一息接手势铺的伙计 说是咱们郡主送到医馆的那个书生医馆制不活 想求郡主亲自去给看看 小桃立即道 我不是说了 郡主近几日都不见客 那下人点头道 是这么答的 但那手势铺的伙计走了之后 又来了一个医馆的伙计 在外头苦苦哀求 眼下府门口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百姓 都说等着郡主妙手回春呢 傅雅听得直皱眉 这可怎么办 凤锦渊冷哼一声道 就知道有人会暗中使绊子 却没想到来的这样突然 罢了 咱们也不用怕 当初离开京城之前 我就已经想到会遇到类似的事情 特地跟袁贵人派来的暗卫讲了清楚 那暗卫也不含糊 次日就找了各种各样的伤者 到百草堂去开药 其中就拿到了这种马踏之伤的药片 这种东西是他专属的 任何人仿制不得 南界也没有百草堂开过来 你且等等 卫妇去拿 说完又对下人道 就跟他们说 郡主立即就往医馆去 凤锦渊回房取了一板药 来交给傅雅 拿着这种药去 按着这字条上写的用法与用量 叮嘱男人服用 不过也得做做样子 不能上去就给药 这点傅雅是明白的 于是点点头 将要装入袖带 带着小桃匆匆出府 直奔医馆去 他到时 医馆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连带着那些从凤府门口 一路跟过来的百姓 人们围成一个半圈 围得傅雅振振头疼 他俯额的动作何时宜 小桃就解释说 我们郡主没来过南界 对这头的气候特别不适应 这不 之前在街上才走了一圈 回府之后 身子就不太舒服 这才耽误了出府时辰 还请大家不要见怪 人们对此倒是能理解 毕竟谁都知道 基安郡主生在京城 后来又去了西北 再后来又去打千州 全都是冰寒之地 不适应南界的酷暑是正常的 他们只是关心 基安郡主能不能把那重伤的书生给治好 于是一个个扒着门往里头瞅 就见傅雅像模像样的 把手搭上了伤者的腕 看似枕脉一样 还壮似了解伤情般不断点头 可那医馆的老太夫 在边上看着可就不解了 他琢磨了一会儿 说了一句 郡主真乃神人也 手指都没掐到脉络上 竟也能诊出病症来 这一句话出口 可是把人们给雷了个外胶里嫩 再往傅雅与那伤者交错的手腕上一瞅 可不是吗 傅雅掐住的地方 根本就不是脉络 就是手腕一处普通的地方 有人扑斥一下就笑了 就说那老大夫 神人也不可能随便抓抓手腕子 就能诊出病症来 还有人直接就问起傅雅 郡主 您到底是在干什么 傅雅被说得十分尴尬 心里头百般焦急 好在面上也没表现出什么 他在心中迅速地对此事做出反应 想了应对的法子 匆匆答道 与平日里你们所见过的方法不同 这是我自波斯师傅那里学来的医术 并非大顺这边所常用的 他对凤与恒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当下编下这番谎话来 然后不等人们再说什么 赶紧从袖带里拿出药片 递给身边的老大夫 这种药每天两次 每次一片 连吃七天保命无忧 傅雅其实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药 不过凤锦元告诉他 能治这种马踏伤 那肯定就没有问题 老大夫看了他一眼 没说什么 却是将目光集中在手中里拿着的药片上 药片是从京城百草堂里开出来的 被凤与恒重新做过包装 以前的塑料板都换成了专用的纸 看起来依然十分高大上 老大夫一直生活在南界 对这种药片倒是有所耳闻 可却并没见过